这是我第一次活到这么大 第一次看到火灾 甚至是在火灾现场的上方 不知道要跑还是不要跑 这生命上活哭的太亚族诚信传道 6月30号晚间试图透过手机录影 向外界发出求救讯号 刚才有警报说火灾 老板说误传 但是这应该不是误传 看着底下一辆辆消防车接力赶来 受困在火灾现场正上方 也就是桥有大楼 酒楼防疫旅馆的诚信传道深知 火灾警铃并非误传或者演练 但是焦急时刻更不知道能否逃出 他跑出去又要叫我们罚钱了 但是不爬 我们会不会死在这火灾当中呢 感受者浓烟不断往上窜 等待救援时刻分秒煎熬 除了诚信传道夫妇受困在9607 旅馆另一侧位在中正路房间 同样也有教会传道受困其中 我住的这个房间 窗户关起来烟没有跑进来 目前状况还OK 山明路那边最严重 陈建光传道他们的房间充满了烟 没办法呼吸 但是人也是不能离开 只能够留在房间里头 索性遥信传道最终搭上云梯车成功获救 但是反观陈姓传道夫妇一直等不到云梯车救援 或者是有人及时敲门破窗 8点40分的时候又回播给这个陈姓的牧师 那时候大概他就已经声音非常的微弱 他说他快要喘不过气来了 喘不过气来 所以又播的时候就已经 他没办法接电话 没办法接电话 在这之后陈姓传道已经陷入昏迷 妻子在旁只能不断打电话向外求助 直到凌晨一点多 妻子先被救出 丈夫则在凌晨两点多被救出 确实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这场无情大火造成三名访客死亡 跟一名消防员罹难 不少家属有人质疑 起初警铃遭到触动 却被旅馆人员认为是测试 要求待在房间 这是否导致错失了黄金救援 跟疏散时间 家属指判相关单位严加彻查 还给亲友一个共道 原事新闻 及微信买烏流金亮烏流彰化室采访报导 是否判相关单位严加热化室采访报导